让天桥就能看在地上被人用蜡笔写上 请继续守护每一个人 这段话正是要写给这座天桥 因为他位在台北市大岸 新鲜南路及和平东路交界处 不只是当地居民跟学生最常走的地方 甚至也是很多电影取景的场所 但日前北市府却突然公告 天桥将在这个月4号进行拆除 造成很多民众不满 甚至还组成守护和平新生天桥团体 他们曾指控北市府没有针对 拆除天桥举办说明会 只用书面通知就要拆 最后要求市府才愿意说明 但却强调因为天桥已经达到 使用年限必须拆除 但都没有提出天桥不能使用的评估报告 而成员在白昼职业活动现场 拿着标语向台北市长蒋万安表达抗议 并发起一人一故事旧桥连署活动 希望市府能够听见居民的声音